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肉 斯普拉頓3-9190發售以來 湧入了大量的新有魚 老花枝 在發售過後的這陣子 也接收到不少新朋友入坑感到失落的聲音 由於現階段高技術的老花枝們 都還在進行新模式與武器的探索中 所以在各種對戰的模式下 很容易會有明顯的實力落差 而導致一面倒的狀況 但各位朋友不要太過灰心 我們這裡真心強烈建議大家先進行英雄模式 先了解基本武器的實用及技巧 在過一陣子當大佬們都上分之後 整體環境會變得更好的 那麼回到今天的主題 即便在目前高壓環境下 新手朋友們還是有辦法學習不一樣的技巧與知識 今天要來分享考驗技術與實力的 真格模式區域篇的規則詳解及建議 這個模式除了表面上看到的運作 其實還有很多規則跟觀念 例如延長賽的條件是什麼 這些都大大關乎如何在逆風時 把握住關鍵時刻逆轉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先來說說模式的規則 第一 獲勝條件 在一定時間內 將地圖中央框起來的範圍內塗滿墨水 將區域內的八成塗滿墨水之後 就會達成區域確保狀態 也就會開始倒數 其一 勝利方式為技術倒數為0 即是為完勝 其二 為比賽時間結束時技術倒數最低的一方獲勝 第二 關於區域的確保狀態有三種 二之一 真格區域已確保 區域被我方塗抹達到八成以上 就會視為我方確保 我方的技術會開始倒數 二之二 技術暫停為中立狀態 區域遭到敵方或我方占沒面積達到5成的時候 就會暫停倒數 雙方的技術也將暫停 二之三 真格區域遭對方確保 區域遭到對方塗抹八成以上 就會視為對方確保 這邊額外提及一下 某些地圖是有兩塊區域需要塗抹的 這種情況下 中立狀態就是將其中一塊塗滿 即可停下倒數 第三 懲罰分數 當雙方無論哪一邊 先確保過區域後 凡是遭到另外一方確保回來 在技術下面會顯示白色的加號數字 這個數字是懲罰分數 基於雙方平衡的原則 當技術倒數到越低 被搶回來的時候 懲罰元素越高 此時如果我方將區域確保回來時 會先從懲罰分數開始倒數 結束過後才會開始正式的技術 第四 延長賽的條件 當比賽結束時 有兩個狀況會進入延長賽 四之一 比賽時間結束前10秒 必須讓區域處於中立狀態 區域的機會時間是10秒鐘 如果區域在比賽結束10秒前 就處於中立狀態 那麼等於落後方將會喪失這個機會時間 比賽時間到的時候會直接結束 將不會進入延長賽 所以如果要以中立狀態進入延長賽 前提是比賽結束10秒前 先遭到我方佔領區域 然後在比賽結束10秒前 將區域變成中立狀態 此時將會進入延長賽 延長賽的10秒機會時間 將會扣除比賽前的秒數 剩餘的時間可以透過上方的計量表來觀測 四之二 落後方將區域變成確保狀態 也就是把區域搶回來 技術持續倒數中的情況下 也會進入延長賽的 四之三 延長賽結束條件 第一個 是領先方將區域奪回確保狀態 第二個 區域處於中立狀態 維持約末10秒左右 在中間的延長中圖式會有倒數計量表 可以明確看到時間的經過 第三個 落後方將技術倒數超過領先方逆轉 好 第五點 模式對戰的基礎觀念 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區域模式的基礎觀念 五之一 出動時盡快抵達區域周邊 在比賽開始後 配合上隊友的節奏 盡快抵達區域周邊 將區域確保 獲得大面積的戰地後 鎖定周遭的敵人與隊友配合進行夾殺 如果起始先開始塗家裡的地板的話 可能會造成廠長的隊友 三打四的情況發生 這將有可能會導致前期被過度壓制 而無法打開局面 這一點大家要多多留意 五之二 強烈保有區域的徒弟意識 真格區域的獲勝條件 是任一方將區域技術降至最低 所以想當然而 地圖中間那一塊 兩塊的區域 就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大部分在中後段班的朋友 多數都會忘記要將區域確保下來 甚至多數讓區域處於中立狀態 喪失掉逆轉 或是防守的機會 即便將對方擊殺 但如果沒有將區域確保下來 那也是沒有用的 這就跟打工一樣 打了一堆王 但沒有送蛋 最後還是QQ 以結果論來說 即便沒有擊殺到敵人 但卻有意識的將地板及區域保 確保下來 最終將會獲得順利 無資三確保區域之後的其他對戰意識 這一點極其超級爆炸重要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很多心入坑的朋友 在區域確保之後會陷入一個狀態 就是等待技術倒數 但此時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反而因為這樣 時常獨自落單或是過度送頭 讓敵方擊滿SP之後 一波搶回 甚至被逆轉或是壓加 這是在真格區域最常見的情況 所以當今天確保區域後 還有幾件事情必須要做到 才是勝利的關鍵 無資三機 把握生存意識安全在區域周圍 區域確保期間最重要的 就是要保有意識 就是不要死 也就是生存意識 由於區域模式是有懲罰時間的 所以如何該長時間保有確保狀態 會是勝利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生存在戰場上 就會有大大影響區域的確保時間 如果前期在對槍上沒有信心的同時 建議安全地生存 將區域守護好為首要條件 無資三之二 擴張區域防守範圍 當區域確保過後 對於新手朋友來說 建議可以將死區域周圍附近 塗滿自己的墨 將防護範圍擴大 這樣一來敵方重回戰場上時 相對來說 需要花更多的時間突破來進攻 奪回區域的難度也會增加 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大降低 我防所敵的難度 畢竟要塗墨 人就是要肉出來 無資三之三 將戰線向前推進 壓制敵方 將區域周邊塗完墨之後 若敵方人數逐漸被逼退或是擊殺後 可以將戰線大大的往前推進 戰線推進的部分 除了是向人員向前以外 地板也是要同步補上的 這樣在敵方重生之後 會大量增加前往區域的難度 使得我方的技術可以大幅倒數 敵方通常會非常緊張 想要趕快回到場中間 此時就可以在中途大量夾殺 無資三之四 千萬不要死在區域範圍內 新手朋友們一定要知道 如果陣亡的話 周圍會變成敵人的墨水 這個不管在哪一個模式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在區域內陣亡的話 那麼等於是變相在幫助敵方塗墨 不過在區域內對戰的機會難以避免 當有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要盡量避免在區域內陣亡的情況發生 如果對槍優勢較低時 就盡快推出區域範圍吧 無資三之五 選定安全的位置進行超級跳躍 在自己不小心陣亡之後 如果隊友在中場上有維持住戰況的話 可以使用超級跳躍快速回歸來輔助戰況 不過切記一定要看清楚 小地圖的戰況是否適合跳躍 即便有裝備引跳技能 但如果弱點危險的話 陣亡風險還是很高 很有可能大宋水餃導致戰敗 所以謹慎的確定位置跟時機 做超級跳躍吧 第六點 如果區域被敵方確保時 反擊戰略意識 六之一 區域在被對手確保的情況下 千千萬萬不要單獨行動 一打四的神級操作 我們都不要覺得自己是神選之人 沒有不可能 但風險不值得 區域模式是唯一在場中 不會移動的目標模式 隊友導光的情況下 盡可能還是等待隊友復活一起行動 哪怕是區域先讓給對方 也要盡量避免自己死亡或是全倒 所以區域模式時常要有意識的去注意 上方隊友的狀況 目前敵方剩誰 我方剩誰 這都關乎現在應該要做什麼事情的時機 六之二 搶回區域的同時 增加特殊武器的蓄力值 在等待隊友復活的同時 順便將我方陣營徒弟 一邊也可以增加SP的蓄力值 SP在劣勢時 能夠打開局面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如果這一輪被擊退 當重新出發時 切記一定要累積SP 此時最重要的 就是要搭配好隊友的SP 看準時機使用 這時將會是打開區域最好的關鍵時刻 六之三 千萬不要進行無謂的超級跳躍 在區域被敵方確保的情況下 往前線超級跳躍 很有可能有高風險的陣亡機會 陣亡的同時還會降低SP的蓄力值 這也會增加打開局面的難度 在整體隊伍尚未歸完整的情況下 不要過度緊張 先將我方陣營塗抹 同時累積SP的蓄力值 為了打開局面做好準備吧 第七點是肉肉的私心建議 七之一 切莫過度留意區域而忘記輔助隊友 前面提及到區域模式的重點 雖然是那一兩塊戰地 但有時候可能會因為太過留意戰地的狀況 而忽略到輔助前線的隊友 如果前方戰線隊友與敵人一打一的情況下 自己離隊友不算遠的狀況 首要還是先協助隊友擊殺 再回來補區域會比較有利於區域的長時間倒數 區域的節奏可能會相對快速 因為目標物不會移動 所以如何在區域周圍配合隊友的節奏 就會變得非常的重要 七之二 被壓加時如何打開 前面有提到如果被壓加後 首要最切記的就是不要下水角送頭 三代的各式地圖重生幾乎都是有高低的落差 最常最常見的就是重生出發馬上被擊殺 如果已經看到笛墨壓到家裡來 切記不要選擇最遠的位置出發 選擇最近的出發點 將周圍的地板撥起來 同時還要留意任何敵墨都有可能有敵人埋伏 其中利用副武器做偵測驅趕 同時累積SP的蓄力值配合隊友一一擊殺 將戰線推出去將會是重要的關鍵 重生後就急著殺到場中 往往是被單一擊殺 這是大多數區域模式難以突破的原因 大家要特別注意 七十三 隊友編程及節奏概念 斯普哈頓是一款多人團隊的對戰遊戲 在真格挑戰模式中 會是以隨機的方式來配對 但其中一定會有強中弱的隊友存在 切記要隨時看小地圖 了解隊友動向及武器編程 每一把武器都有其強與弱點存在 此時自己的武器的站位與優勢 該如何配合隊友進行防守或進攻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以手短的武器為例 在中後排尚未抵他場中之前 前排貿然殺到前線 造成一隊多的劣勢 即便具有擊殺力十足的能力 對於我方的風險來說 還是相對太高 所以此時最好是等待隊友一起前進 待中後排出動開始攻擊的時候 刺激而動配合隊友同時擊退或是擊殺 會是相對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當然偶爾會配到很奇怪的編程 此時該如何達到最大效益的配合 就是考驗真格模式的經驗與能力 不要太過苛責自己與隊友 有時候配對的結果是無奈的 只能確保自己在該場次有執行自己的本分 那麼這一場即便沒有獲勝 自己也不算是敗北啦 7-4落後方全員 SP會慢慢增加 在區域遭到敵方佔領時 我方全員會慢慢累積SP的蓄力值 這是一個可以輔助SP累積的重要關鍵 切記重新打開區域之前 盡量不要陣亡浪費了SP的機會 SP是能打開局面非常關鍵的特殊武器 7-5懲罰時間的懲罰時間 如果在擁有懲罰時間的當下 區域倒數中如果又被對方搶回來的話 那麼懲罰分數會再次加回來 計算方式是原懲罰分數扣掉倒數的 懲罰分數的75% 好的 以上就是SP小教士 真格區域模式的新手基礎戰略教學 東西很多大家不用急著馬上吸收 有了觀念配上慢慢配上實戰 這個遊戲是需要花時間了解跟探索的 當觀念與實戰兼具時 在腸上會藉由身體的本能反應去進行比賽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 開開心心玩樂不要過度苛責 祝大家區域的路上順順利利 我們之後還會陸續推出其他模式詳解 請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請給我們一個讚作為支持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建議 感謝大家的收看SP小教士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